大家好 我們來看《趙孟夫每日一字》 我們來看這一個字 它是兩個部首組成的 這是魚 聖魚的魚 那所以呢要知道 這是非常標準 左邊是死 右邊是魚 那個魚 就是一般字舉 我那個魚 我們來看一下 比較正楷的寫法 好 左邊是一個死 一點 然後要注意 左撇要寫長一點 斜度可以稍微大一點 好 死 在部首用一點 不是一個交叉了 要了解 好 左邊這個撇要 弧度要左跟這個差不多 但是不要那麼長 右邊可以用那 或者用這種點也可以 好 正常呢 是這樣沒有凸出去 凸出去是另外一個字叫奢 所以大概這樣 但是我們毛筆常常出去啦 也搞不清楚了 反正知道就可以了 好 再來就是省略 這一點常不要 這一點常用撇的 然後連續性會多一些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大概慢慢來 不要編太快 這樣子 連續性好 好 在這裡 好 勾上來 好 連續可以看到 這連續桿 要小心這裡面的輕重 好 這幾乎就是都連貫 只是筆畫還是很多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更連貫的就是慢慢來 死這邊可以 好 很多種 那麼不持續啊 不要 不需要一下子就寫 最簡單的 也就是說 這裡本來這樣 好 可以掃一個步 一個橫畫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呢 其他呢 就先照舊 好 這樣子 這樣好 這蠻多的 然後帶過來 連續性可以多一點 好 好 甚至這裡可以連著寫 好 這也蠻長的 那再來就是 這邊的 東西就是更省略 就是只要一個點下來就好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說一個點這樣子 一個點下來 好 好 這邊沒有什麼好編的 好 大概這樣 然後更省略就是 好 這邊 好 這個可以短一點 好 短一點就類似這樣 短一點 好 一個點 好 當然這點有時候 它是直接拉下來 沒有像我們這那麼長 意思一樣 那反而就是右邊這裡的 好 魚 這樣 橫畫變成連起來寫 好 連起來寫起來 先寫書畫 好 你可以看到 這裡寫完之後 先寫書畫 連畫 那就是等於是少了 省了一個筆畫的意思啦 但是這因為蠻常寫 這個草書要記起來 好 魚 好 而且 要分辨 我們先把它寫完再來講 分辨 這裡 這樣 大概這樣子 好 下來 大概這樣 那有沒有更省略的 有 連這個也不要 最後大概最省略的草書 就這樣了 好 那我們剛剛說這個魚 一定要弄清楚 這個是 這樣 那 另外一種寫法很容易讓人要搞混 就是這樣 這是什麼 這五效的五 它這一個折痕 好 所以這兩個差一點點 好 那如果說你凸出去 這就變成一支扭上去了 好 所以 這幾個都可以一併注意一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用毛筆 寫 示範一下 給大家了解一下 用毛筆寫的方式啦 這樣子 再來寫就應該比較有感覺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筆我稍微潤 再潤一下 好 這樣帶過來 摺一下 摺 帶下來 重輕 好 速度感要寫出來 加起來 好 稍微 重筆一點 摺 按 右邊 好 大概這個樣子